邻居友好相处 谈谈你在录像中看到的一件事 我在录像中看到的是住家的情景 现在应该是早上的上学时间 我看到一位华族中年男子 他穿着白衬衫站在家门口 他牵着一个小男孩的手 我想这应该是他的孩子 小男孩背着书包 华族男子正准备上班去 顺便送他的孩子去上学 当他经过邻居家门口时 一位裹着头巾的马来妇女 也正准备开门送他的孩子去上学 华族男子看到了 跟他的邻居打过招呼后 就自愿帮忙 顺便送马来妇女的孩子去学校 马来妇女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我想他应该很感激邻居的帮助 我认为华族男子这样做是对的 因为邻居之间应该守望相助 看到他这样的行为 我感到很欣慰 他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如果我在场 我一定会上前称赞他 我认为他也认为他也认为他 我认为他也认为他也认为他